字幕視頻 大家好,今晚由我周真元陪你看天氣 我們今天仍然受到一股偏東氣流的影響 一齊來看看各區的最低氣溫分佈 見到錄得是介乎23至26度之間 今早天氣都很暖暖 轉過來看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可以見到華南元朗地區 這裏是受著一大片雲層所覆蓋著的 而我們香港今天都不例外 雖然我們短暫時看到一些陽光 不過我們的天色主要來說都是多雲的 而各區錄得的最高氣溫分佈 見到是介乎26至31度之間 下午那時感覺上都有點熱 又來到今晚和明天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測會是晚間大致多雲 最低的氣溫大概是26度 明天部分時間是會有陽光 天氣炎熱 最高的氣溫可以上升回到31度左右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東風 晚間是會轉去偏南風的 再和大家看看電腦對於未來兩三天的天氣預測 可以見到現時影響著廣東元朗地區的偏東氣流 會在未來兩三天是會被一股偏南氣流所取代的 並且是會為這一區帶來一些炎熱的天氣 另一方面 預料受到一度低壓槽影響 在周末和下周初 華南元朗地區的天氣是會持續不穩定 和有雷雨 來到展望 禮拜五炎熱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周末期間趙雨會開始增多 如果大家在周末期間有活動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了 今晚的天氣和大家看到這裏 下次見 謝謝大家